三浦有何年轻时有多帅,珍贵照片在线,难怪山口百惠对他一见倾心。 三浦有何与山口百惠第一次相见是1974年5月, 在东京都内的用客,一个名为真的公园里拍广告,那一年百惠十五岁,三浦二十二岁,他们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结婚后,三浦曾问妻的百惠对他的第一印象如何,他答道,并不何来特亲。 三浦有何与山口百惠合拍的电影,电视剧都是爱情题材,二人都是青春好年华,日久生情,水到渠成。 三浦对此说,六年来,我在剧中向他说过几百次我爱你,他也是一样,可能适合做一两年之后,我逐渐被工作之外,和他那天真浪漫的纯情吸引了。 对于山口百惠来说,三浦有何一副一副,是非常完美的男神,正如他所说,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个迄今为止,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,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,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,那种闷得不出,让人感到新鲜。 1980年,山口百惠举办告别演唱会,临近尾声时,百惠一席纯白的婚赏,美艳不可放过,只见他缓缓走到舞台的中央,并哽咽地说,我爱的人是有何,我会努力地活下去。 感谢大家容许我的任性,我会幸福地,百惠留给人们的只有一个绝美的背影。 他做的一切,只是为了与三浦有何结婚。 山口百惠谈其为何退出一谈,他对此说道, 之所以退出,是因为在我二十一年的人生当中,第一次遇到了值得我珍惜的人。 三浦有何正直,英俊,真诚,还是日本知名的演员,编剧,能够获得美人芳心。 也就不奇怪了,百惠一心一意守护这个小家,过着相夫教子,平淡而充实的生活。 看完后不羁羡慕三浦娶了如此贤妻,祝福他们,祝! 其文解密语言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完全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